我並不贊成長期依靠私營的醫療支援 因為這樣你拔走了很多醫療人員 如果醫管局長期公開說他的政策是供私營合作 是很大的問題 有很多醫療的資源擺放進去 現在有些殘缺 要治療一些比較抵怕性的病 病手術等等 這樣的時間非常之長 我覺得政府可否考慮一下 在這段時間 而配一些資源出來 或者是公私營合作的形式 讓私營的醫療可以幫助消融一下 現在這個激縮的情況 我個人並不贊成長期依靠私營的醫療支援 因為這樣你拔走了很多醫療人員 進去私營醫療那裏 但那裏就是一個短短期的措施 其實是應該考慮的 我明白的在這兩年期間 就有很多長者的醫療問題 我會請醫管局研究一下他們怎樣處理 不過我和你的看法一樣 如果醫管局長期都是公開說他的政策是供私營合作 是很大的問題 這件事已經突顯了 醫管局的醫生 經常都想要出去 因為無論如何都在私營機構那裏壓力少些 還有可能賺錢又多些 所以長期用一個PPP 我都不太贊成 所以要想通 短期有什麼可以輔助性的事 是可以做呢 這個我們可以想的事實上 如果不是因為通關的問題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去深圳提 深圳的港大醫院其實質素非常高 水平非常高 設備非常好 價錢大概是我們的一半到三分一 因為我看過他做CT scan MRI他收多少錢 是便宜很多的 就算白內障那些都是 那也是 那也是 如果慢慢做得好 其實在裏面定居的長者 都是可以這樣去拿到他的服務 所以這個要研究 所以不會關心的 很大程度上都有一個問題 包括清明宿舍計劃 其實現在補了一些資金 給一些新租屋的基礎組織 去做一些緣化清明宿舍 但是清明宿舍 所以其實都可以進入一些 一些製造的特色或者做工業的 或者做工業的裏面都可以做得好 那 例如其實兩個主要的方面 一個就是做工業力 以及做工業力 以及做工業現場的利得 會不會在政策上 或者在共產黨社會 不同的示範的方面 能夠都一起推動得到 有很多的 例如清明宿舍的動部計劃 尤其是在那個 租金的方面 能夠將那個 戰略的比例 能夠再做低一些 還有第三就是在那個 堆斷期那裏 雖然那個工業都很不足夠 但是能夠 和那個監獄區長一些的時間 例如這樣 去到七年 八年 都可以 青年的工作當然很重要 所以我們都在這一界裏面 不同的程度都是協助青年 包括近幾個月推出的 如說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希望可以鼓勵青年人 都嘗試去內地 尋求一個發展 青年宿舍 是很難在政府的政策 土地政策裏面 擺在很優先的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 就是還在排著 有些家庭 居住環境惡劣 如果特區政府 將那些已經不是很豐富的 土地特別建青年宿舍 都很難交代 所以由一開始 青年宿舍政策是我提出的 我的發展道長 提出給當年的特首 是去用一些用得不好的地 而且不在我們手裏面 在非政府機構手裏面的地 是用得不好 因為它建了一層兩層 我們就是鼓勵它 和它改成規 然後打本給它建青年宿舍 所以你看到無論是清協 東話、補糧 都是在用自己的地 如果量不大的時候 管理這些青年宿舍 就真的要有漏洞 所以年期五年都不算短 因為都希望是一個踏腳石 青年創業也好 就業也好 五年時間可以住那方面 解決它即時的擔憂 就可以發展它的事業 所以大的政策改動 看來空間不大了 上年在施政報道 有提過約動港島嶺 先說就是約動港島嶺 將南區打造一個 充滿活力、客力、勤力、適合工作 居住創意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認為 其實政府去推動那時候 很應該擦場鬆港 例如 對於這個 增加海鮮港的文化保養 和發展海上的生態旅遊 增加水上的地址方面 都可以落實移舊 最後成腰拔手下來 我們南區走一絕 了解實際情況 南區我去過很多次 否則都不可以設計出 這個約動港島嶺的計劃 有機會可以再去 現在負責南區那位專員 正正負責 起動九龍東的同一位專員 所以我們力邀他出山 因為他說我做了婆婆 剛剛有個孫我不想做 他說不行 我親自力邀他要出山 主導這個約動港島嶺 所以我相信 你剛才希望見到那些 拆牆鬆綁 或者是下去跟那些 香港仔的漁民談 或者海鮮谷談 可以怎樣做到呢 Brenda會很願意去做這些工作